台股今天震盪拉回大跌白點 而接下來有沒有機會回頭上攻呢 我們點線華信投顧的温偉傑分析師來告訴大家 分析師 台股今天失手五日線周線大跌白點 原因是什麼 那麼接下來的看盤重點又有哪一些呢 好 我想其實大阪在收復9500點之後 今天的副市 那今天其實主要還是受到盤面上一些瓶蓋股的一些消息的影響 出現了一些延後上市等等的一些雜音 那所以說其實影響到今天的一個盤市重挫白點 可是我們在盤後我們可以觀察到 其實在外資買超的部分 我們卻發現到其實相關的瓶蓋股 包含在這個河塑 洪准 台郡 甚至在大立光這四檔的這個外資的買超比重 是相對來的比較高 所以接下來是不是真的有如今天消息所傳言的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們就可以仔細去注意這四檔 瓶蓋股的一個指標 來去注意它未來營收公佈的一個狀況 那今天大盤的成交量大概還是維持在880億附近 那以月均量的一個標準來講 大概也是在這附近 所以說其實大盤的這個成交量都在幾個邊緣 那也就是說如果說你要看到大盤要上攻的話 要至少在千億以上的一個量能才有足夠的推升力道 正所謂所謂量先架行的一個角度就是這樣子講的 那現在來說我們只能說它是量小好控盤 容易推升也容易大跌 那以目前大盤均線仍然處於多頭排列的格局情況之下 長多呈現一個技術性的一個拉回是難免的 那目前呢在大盤還沒有破季線之前 我們還是先以多頭來看待 所以說以目前大盤整個多頭攻擊的氣勢而言 它還是有保有多頭過高的一個實力 所以說其實在短線上拉回的時候 你應該要開始找一個機會站在一個買方 那總體而言有一個結論 就是說在大盤的部分 仍然是屬於一個區間震盪的一個格局 那第二個電子是屬於大盤的成敗指標 那金融穩盤 那傳產的部分則是屬於個股表現 那主要是在聚焦在低基期的一些個股身上 那第三個在操作新法的部分 我們還是建議投資朋友在這個操作的時候 不要輕易去做追高 反而你在這邊要去做一個反市場的思維 來去做想思考